第1411张一盏蚕灯 凌云越想越是觉得蹊跷 越想越觉得迷惑 莫名的 他觉得外公的身份或许很不简单 至少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不过现在凌云还是无法点亮日月神域上的图案 所以还是无从知道母亲的下落 否则找到母亲 可能就能够知道这一切 接下来 凌云又研究了一下那青铜铁门 甚至再度尝试滴了一滴龙族精血 但青铜铁门都没有再度打开 整个通道内也没有任何变化 至此 凌云没有办法 只好暂时退出了这条通道 回到了修炼室中 就在凌云回到修炼室不久 古老出现在了山洞之中 凌云并未直接对古老说 这修炼室内还有另一条通道的事情 而是旁敲侧基地打听了一下 看古老知不知道那条通道的存在 但经过一番打听后 他发现古老压根就不知道那条通道的存在 外公既然对古老有所隐瞒 那想必也就不想让古老等其余人知道这条通道的存在 所幸凌云也就没有将此事告诉古老 而是跟着古老直接离开了山洞 两人飞行在日月神谷的上空 凌云 这里是老谷主的空间戒指 里面只有两件东西 一件是我们日月神谷的日月旗帜 这日月旗帜是启动我日月神谷某个大阵的宝物 不过具体能够启动何等大阵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这日月旗帜就从未有机会使用过 从某一方面 这日月旗帜也是我们日月神谷谷主的身份象征 只不过老谷主先逝之后 偷偷将其留给了我 我一直没有拿出来 这也是一宝天等人 祭待我这把老谷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古老向凌云介绍道 听见他的话 凌云确实见到古老给他的那枚空间戒指中有着一面旗帜 整面旗帜涌荡着一股十分浓郁的阵法波动 隐隐间跟日月神谷的上空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联 第二件宝物 是一盏蚕灯 这一盏蚕灯似乎尘封已久 根本无法启动 但却是老谷主愿意用生命来守护的东西 古老又介绍道 凌云打亮了一番空间戒指中的另外那盏蚕灯 那盏蚕灯确实没有了任何宝器之威 可凌云还是满脸疑惑 古老 你老该不会是打算将这空间戒指给我保管吧 古老直接点了点头 不错 就是交给你保管 啊 古老 这似乎不太好吧 我可不敢保证这两件宝物放在我身上绝对安全 凌云一脸猛逼 这两件东西都不是普通之物 放在古老身上无疑是最为妥当的 他实在想不明白这古老为何要将这两件宝物如此贸然地交给自己保管 我想老谷主应该也一定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拿着便是 古老却非常果断地道 听见古老那不容置否的语气 凌云知道自己拒绝不了 古老 既然你老执意如此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过我可先说好了 若是我不小心弄丢了这两件宝物 你可别怪我 凌云笑呵呵地道 我知道你小子不会弄丢它们 古老一副非常了解凌云一般的样子 这让凌云一阵汗颜 不过这两件东西都是外公的东西 特别是那一盏残灯 还是外公愿意为之付出性命守护的 那凌云自然也会竭尽全力地守护住这两件宝物 凌云 我现在就带你去跟其余几名也要去参加天交盛会的弟子集合 然后再直接带领你们一起前往夜神山去参加天交盛会 以往的天交盛会 每个宗门其实最多可以挑选出三名弟子去参加天交盛会 但这一次则是允许每个宗门挑选出五名弟子 所以说这一次除了你和亦无涯外 还有三名弟子跟你们一起前往 古老说道 这就预示着凌云连回一次日月风 去见一次和凌和问指寒他们的机会都没有了 就在古老说完不久之后 他便是将凌云带到了一处广场之上 此时广场之上已经站立着不少身影 这些身影除了易薄天、秦奎和裴远等宗门高层外 还有就是数百名核心弟子 林云 这是宗门为你们举办的一次欢送大会 意在为你们五人加油打气 希望你们能够在天交盛会取得好成绩 不过这天交盛会并不对外公布 所以仅仅只是限于核心弟子和宗门高层之道 在古老说话之间 林云和古老蚁人一同落到了广场的最前方 在最前方的位置 此时已经有四名弟子满面春风 十分自豪地站在了那里 其中一人正是易无涯 毫无疑问 这易无涯四人便是这一次代表日月神谷 去参加天交盛会的其余四名弟子了 易无涯看见林云到来 眼神立即就冰冷了下来 至于其余三人 有两人林云并不认识 但另一道身姿妙慢的女子身影 林云却认识 甚至还挺熟悉的 可不正是当初在剑仙谷中遇到的腰月月吗 由于上一次在剑仙谷是比拼的是剑道 讲究的是对剑道的掌握程度 所以对武道修为并没有怎么在意 现在仔细一番观察 才发现这腰月月竟然是一名真武镜八重后期武者 不过上一次见仙谷的论剑大会之后 这腰月月一定都在苦修之中 想必这一段时间 她也提升了不少修为 况且在论剑大会的时候 腰月月就被封为四大名剑之一 实力本就不低 当时凌云还将一把叫做天刚剑的剑器送给了腰月月 这一段时间腰月月熟悉那把剑器之后 战斗力无疑也会随之上涨不少 怎么 那么吃惊的望着我 莫非见到我去参加天交圣会 你很意外 我在你眼里就那么不堪一击 等凌云走到腰月月四人身边时 腰月月一脸打趣的看着凌云 不意外 只是觉得一段时间没见 你又更漂亮了不少 凌云笑咪咪地道 无耻 旁边的义无牙却陡然发出冷哼之声 随后义无牙还凑到腰月月身边道 月月师妹 何必跟这种无耻之徒多说废话 说话之间 义无牙的眼神不自己地在腰月月那妙慢的身材上扫了一圈 俨然她对腰月月有几分济于之心 事实上 日月神谷不少和新弟子都知道 义无牙在追求腰月月 照谷主 凌云是我的好朋友 不是无耻之徒 但腰月月并不怎么待见义无牙 甚至还因为义无牙的话有几分不悦 第1412章前往夜神山 说完之后 腰月月更是朝着凌云身边走了几步 故意拉开了跟义无牙的距离 这让义无牙更是气急败坏 那看向凌云的眼神简直几欲喷火 特别是腰月月说凌云是她的好朋友 这好朋友三个字极度暧昧 落在义无牙耳中无疑就显得异常刺耳了 月月师姐 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们这少谷主刚刚那看你的眼神是多么的无耻吗 何必跟这种无耻之徒多说废话 凌云学着义无牙刚刚的话直接甩了回去 而听见凌云的话后 腰月月只是愣了愣 俨然没想到凌云会这么说 但随即却并未像之前她指责义无牙那样指责凌云 还依旧站在凌云身边 显得十分亲密的样子 这让义无牙更是差点气得原地爆炸 不过不等她发作 这时候另一侧的义薄天突然对所有人开口道 今日是我日月神谷最为杰出的五名弟子 前往夜神山参加天交圣会的日子 今日将大家集齐在这里 想必大家都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在义薄天说完之后 现场其余核心弟子都是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同时一个歌一口同声地道 五位师兄威武 五位师兄霸气 五位师兄必将战无不胜 必将在天交圣会上脱颖而出 正是浩荡 倒确实有点振奋人心 你们五人此番代表着的是我们日月神谷 所以希望你们五人一定要竭尽全力 争取在天交圣会上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不要辜负宗门 辜负这么多同门弟子对你们的的期望 义薄天随后笑咪咪地补充道 是义乌雅等人自信实俗地道 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现在就开始动身吧 这一次由古老和大长老亲自带领你们五人过去 他们负责保护你们这一路的安危 你们大可在路上再好好修整一下 义薄天最后道 说完后就冲着古老和大长老秦奎拱了拱手 那就有劳两位长老了 乍时间一道闪电鹤便是陡人之间从远处飞跃而来 速度之快令人匪夷所思 至少速度丝毫不比真武进九重武者弱 甚至还要强上不少 而这种闪电鹤最强的还是耐久力 他可以一次性飞行很远的距离 走吧 秦奎开口 随即凌云和义乌雅等人就随着古老纷纷踏上了闪电鹤 五位师兄威武 五位师兄霸气 五位师兄必将战无不胜 必将在天交圣会上脱颖而出 五位师兄威武 五位师兄霸气 五位师兄必将战无不胜 必将在天交圣会上脱颖而出 下方 众多核心弟子 声音嘹亮 热血沸腾地重复着之前的话语 让陵云五人莫名地觉得斗志昂扬 秋 古老操纵闪电鹤 在下方弟子的呼喝声中启程而去 清客间闪电鹤一瞬千里一般 以一种极为夸张的速度朝着远方暴掠而去 日月神谷清客间一揽中山小 不一会儿更是彻底消失在了陵云等人的视线之中 以我们现在的速度 到达夜神山需要三天时间 现在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其余宗门参加天交圣会的那些弟子的情况 让你们心里大概有个底 秦奎突然开口对所有人道 所有人都是一脸期待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知道其余竞争对手的信息自然颇为重要 据我们日月神谷打听到的消息 这一次雪恋神宗九尊门和清风明月格派出的五名弟子中 都有两名弟子到达了真五境九重初期舞者 其余三人也都是真五境八重后期巅峰左右的实力 而我们日月神谷却 只有一人到达了真五境九重初期 其余人四人都在九重之下 而且凌云还只是一名真五境七重舞者 所以我们日月神谷的情势将变得非常不乐观 秦奎道 无意间又故意贬低了一番凌云 不过没有人觉得这是贬低 反而觉得这是夸耀 凌云能够以真五境七重的羞为媲美真五境八九重舞者 这绝对是个妖孽 但秦奎的话也让众人一阵诧异 我们日月神谷也有一名真五境九重初期舞者 是谁 正那门间 一乌鸦身上一股气息便是蔓延而出 那股气息赫然正是真五境九重初期的气息 毫无疑问 经过这一个月的努力 他也真正踏入了真五境九重初期 之前凌云等人没有察觉 显然是他故意隐秘了气息 而义乌鸦那股真五境九重的气息 还故意全都笼罩在了凌云的身上 似乎在像凌云宣战一般 割色无比 对此凌云却不屑一顾 对你们来说 其实还有一个更不乐观的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 清风明月阁一名真五境九重初期的弟子 似乎就在这几日已经踏入了真五境九重中期 不过这只是据说 具体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既然这个消息传出来了 那说明可信度还是挺大的 所以你们在天交盛会的时候最好稍微 提防一下清风明月阁的弟子 秦奎继续提醒所有人道 是众人面色凝重了几分 就连那一无涯 之前还因为自己突破到了真五境九重初期而高傲十足 现在听见清风明月阁中有可能出现了一名真五境九重中期弟子后 脸上的傲气也突然变得谨慎了起来 之后 秦奎又跟众人说了一些其余的相关事项 林云对这些并不怎么在意 只要自己实力足够强大 这一切其实都是浮云 既然还有三天的赶路时间 林云又怎能够浪费掉这些时间 于是 她跟姚月月畅聊了几句 气得一乌涯鼻子差点都歪了后 她又邀请姚月月跟她一起进入乾坤画卷之中去进修三日 更是令得一乌涯气得差点吐血 就这样 接下来的三日 林云和姚月月便都是在乾坤画卷之中自顾自地继续炼化吸收起那些灵药来 以至于林云身上的气势再度随之而不断提升 第1413章未来人尊 月月师姐 这是一些灵药 你拿去炼化吧 应该对你有不小的帮助 林云发现这姚月月的身体之中有着一团阴气异常浓郁 这明显就是她最近一段时间太过于急功近力修炼而导致的 所以她特意挑选了一些阳气比较浓郁的灵药赠给姚月月 如此一来不但可以平缓她体内那团浓郁的阴气 同时也能够帮她提升武道修为 林云 这这不行 我之前接受了你赠给我的天罡剑 心里本来舅舅一直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若是我现在在接受你的灵药 那我要月月拒绝到 月月师姐 我们两个还分谁跟谁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这些灵药放在我这里也没用 你难道要看着这些灵药白白在我这里变成一堆枯草吗 如若你实在觉得不好意思 那天交圣会的时候 你就一直跟在师弟我的身边保护我 毕竟我可还未见过这等大场面 难免会有些窃场 林云说了一大通 然后就将那些灵药塞给了姚月月 这些灵药对林云来说 确实无足轻重 毕竟她身上还有差不多200株灵药 但对姚月月来说却很重要 否则以姚月月这等状态 只要跟人交战 体内的那团阴气就会侵蚀她的身体 让她的作战状态大打折扣 可姚月月有些迟疑 心底却有一股暖流涌动 她何尝不知道这些灵药无比珍贵 放在谁身上都不可能没用 林云这明显就是故意那么说的 想让她接受 而且以林云的实力 哪需要她来保护 从上一次在论剑大笔上 林云的表现那般经验 之前甚至还战胜了一无牙 她保护自己还差不多 至于说切场就更可笑了 要月月不傻 她怎会不懂林云都是为她好 行了 月月师姐 你就别跟我矫情了 我们都是同门弟子 这一次也都是为了去给宗门争光 你实力欲试强大 对宗门对我们这些同行弟子也都是好事 林云说完也不管 腰月月了随后就全身心投入到了修炼之中 腰月月拿着林云给的灵药 那些灵药内散发出一股十分精纯的阳气 阳气涌入她的体内 让她的身体莫名的舒爽不已 讲到林云刚刚的话 她最终还是咬咬牙接受了下来 天刚见那等盛气都接受了 也不差这些灵药了 以后有机会 她一定会想办法报答林云 时间匆匆 在日转眼就过去了 乾坤画卷之中 林云和腰月月的耳边都是传来了古老的声音 古老提醒他们 夜神山马上就要到了 让他们离开乾坤画卷 林云睁开双眼 身上之前不断提升的一股气势慢慢萎靡了下去 眉宇之间却闪过一丝精芒 似乎对于这三日的修炼成果 她颇为满意 事实也确实如此 经过这三日又炼化吸收了不少灵药 她的舞蹈修为已经提升到了真五镜七重后期巅峰之境 距离真五镜八重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了 此外 这一段时间她无疑也继续领悟了风之傲益和雷之傲益 这两种傲益也又有了一些提升 风之傲益已经从之前的四重巅峰傲益成功提升到了五重中级傲益 而雷之傲益则是从之前的五重初级傲益成功提升到了五重高级傲益 这也就意味着这两种傲益给凌云所带来的效果会非常显著了 至少要比以前显著的多 我们出去吧 凌云和腰月月一起离开了乾坤画卷 腰月月经过这三日恋化吸收凌云给她的灵药 整个身体状态也已经调整到了最好 此刻跟凌云谈话之间笑起来都更是妩媚动人 这不由得让一旁本就不爽的一乌鸦更是恼火无比 前方不远处的那一座巨山就是夜神山 现在我就带你们去夜神山上的夜神台 这一次参加天交盛会的所有宗门弟子都会在那里进行集合 然后由人尊使者来安排接下来的天交盛会 古老指着前方一座高耸入云 烟雾缭绕的山峰队凌云等人道 古老人尊使者就是其中一位人尊大人吗 日月神谷中有一名叫做一长空的弟子好奇问道 古老摇了摇头人尊使者自然不是人尊大人 而是人尊大人所派来主持天交盛会的人 若是你能够见到任何一位人尊大人 那就代表着你已经得到了某一位人尊大人的认可 也就代表着对你在天交盛会上 有着优异的表现 古老我们日月神谷真的至今都没有一人在天交盛会上 被那些人尊大人看中吗 古老我听说以前的天交盛会 已经选出了四位未来人尊 不知这四位人尊都分别来自于哪个宗门的弟子 另外那两名叫做邻君和寒冬的弟子也纷纷好奇问道 天交盛会未来人尊 这在九州都是属于秘新一般的存在 所以很多人对于天交盛会和那些未来人尊都不是非常清楚 至于凌云就更是一头雾水了 不错 我们日月神谷一直以来在天交盛会上的表现确实很一般 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得到那些人尊大人的赏识 至于现在已经清定的四位未来人尊 九尊门和雪恋神宗都是各有一名 而清风明月阁则是有着两名 这也是为何这些年 我们日月神谷的声势每况日下 已经被其余三大超级宗门给甩在身后的缘由 而也是因为清风明月阁有着两名未来人尊 所以清风明月阁近年来的声势最为鼎盛 从而导致九尊门和雪 猎神宗很多时候都开始暗中联合起来了 古老回答道 听见古老的话后 凌云大概方才明白 当日上古战场一行 九尊门和雪恋神宗为何会结盟的缘由 看来两大宗门早已经在暗地里达成了某些协议 那如若这一次我们日月神谷 还是无法出现一名未来人尊 那以后我们日月神谷岂不是会更糟糕 妖月月簇眉紧咒 众人都是面色凝重无比 你们现在需要想的是如何在天交圣会上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而不是起人忧天 担心这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古老提醒众人道 众人都是点了点头 重拾了几分斗志 而那一无牙则是信誓旦旦地对妖月月道 月月师妹 你放心 这一次天交圣会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争取成为未来人尊 等我成为未来人尊的时候 我必定会跟你一起分享这份荣耀 第1414章你在笑我 正所谓树不要皮 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一无牙无疑就属于这一类人 在她说完之后 妖月月只能尴尬一笑 凌云也是在一旁笑笑不说话 只是凌云那笑容之中充满了一丝轻面和嘲讽 一无牙恶狠狠地拼了凌云一眼 随后就又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一把剑 那把剑剑微不凡 倒是一把不错的剑 月月师妹 我知道你非常喜欢用剑 这把玉玲剑是我特意花了不少人力物力 方才为你找到的 虽然还不是盛气 但也在天极宝器之中也属于极品一般的存在了 你若是使用这一把剑 在天交圣会上一定能够大放一彩 现在我就将这把剑送给你 希望你会喜欢 一无牙将剑递给妖月月 但妖月月猝眉又是紧皱了起来 丝毫没有任何要去接的样子 随后更是直接拒绝到 少谷主 这把剑实在是太贵重了 我无福销售 你还是留着自己使用吧 月月师妹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这把剑就是为你而存在的 如若你不使用它 那它将毫无存在的意思 更何况 这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 月月师妹莫非要对我这么残忍吗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泡妞 金葵轻轻咳嗽想要提醒一无牙 但并未任何用处 孤老站在一旁 则是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 赵谷主 抱歉 我真的不能接受 妖月月态度坚决了几分 为什么 月月师妹 是不是我的身份和实力 给了你太大的压力 让你有点喘不过起来 都是我的错 你放心 等以后一无牙脸皮后 得知叫人恶心 凌云在一旁都听不下去了 当即便是道 易无牙 你是瞎子吗 月月师姐 不要你这把剑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这把剑实在是太垃圾了 这么垃圾的东西 你也送得出手 你也真是好意思 此话一出 闪电鹤上的气氛 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易无牙本就对凌云不爽 此刻不由得更是怒上加怒 然后就对着凌云冷笑道 小子 你说我这把剑垃圾 你有本事就拿出一把更好的剑来送给月月师妹 不过看你这样子也一定拿不出来 既然拿不出来 那就给本勺谷主永远闭嘴 易无牙自然知道凌云身上有着一把宝剑 那把宝剑还是一把圣器 也就是乾坤谷剑 但即便知道她还说出如此挑衅的话 说白了她就是希望凌云受不了她的挑衅 真的将她手中的那把乾坤古剑送给了邀月月 那凌云的战斗力绝对会大打折扣 这对她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等到了夜神山后 她会找机会将之前丢掉的颜面全都找回来 甚至要了凌云的性命 送剑 这还用你说吗 月月师姐这么漂亮 谁见了都会忍不住送点东西 但就数你送的这把剑最为垃圾 凌云笑咪咪地道 恩 易无牙眉头一皱 已经送了 哼 那不知道你送给了月月师妹什么好东西 不如就让我也常常见识 易无牙想要确认一番凌云 是不是真的将她的那把乾坤古剑送给邀月月了 如若是 那就再好不过 则则 原来你还不知道啊 月月师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有好东西自然要向大家展示一下 否则那些赖皮狗一直缠着你 多无趣 凌云故意笑道 月月师妹 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吧 易无牙笑道 腰月月微微沉吟 随即还是将凌云送给她的天罡剑拿了出来 一股浓浓的盛气之威从天罡剑上蔓延开来 让易无牙那满是笑意的面旁瞬间就僵硬了下来 她本以为可以趁机让凌云交出乾坤古剑 却没想到邀月月拿出来的是另一把盛气 而在这件盛气面前 易无牙送的宝剑确实不值一提 脸 火辣辣的痛 易无牙心中一团怒火熊熊燃烧 原来邀月月这一段时间越发对她不待见 是因为凌云早已经对邀月月伸出引手了 赵谷主 现在知道你送的东西有多垃圾了吧 嫁一次送女孩子东西 记得送点能够拿得出手的 别这么小气 跟个傻子似的 凌云丝毫不留任何情念地道 你易无牙气差到了极点 其余三名日月神谷的弟子都是忍俊不禁 差点笑出声来 但也就在这时 众人终于到达了夜神山 而闪电鹤最终在一个平台上落了下来 所有人跳下闪电鹤 就见到夜神台已经站着不少人 一共三股势力 赫然正是九尊门 雪恋神宗和清风明月阁的人 俨然他们都早已经就到了这里 依我说日月神谷的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出现在这里 就算来了又能够怎么样 还不是丢人现眼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立即就响了起来 是九尊门一名短发青年发出来的 不错 日月神谷的人哪一次不是来当炮灰的 跟他们一战 纯属就是浪费力气 还不如跟阿猫阿狗战斗来得爽快 雪恋神宗一名黑衣青年立即接过话去 就像是他们提前商量好要故意羞辱日月神谷一番似的 在这两人说完之后 那看戏的清风明月阁也有一名尖嘴猴腮的青年站出来凑热闹 而且还是指着凌云大声笑道 哈哈 你们日月神谷是没有其余人了吗 区区真武进七重的垃圾竟然也配来参加天交盛会 真是可笑至极 此人话语一出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凌云身上的武道气息 不由得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以至于凌云等日月神谷众人都是面色凝重 凌云眉头紧皱 就这么狗眼看人低 你在笑我吗 有没有胆量说出你的名字 凌云云淡风轻地站了出去 目光只是清风明月阁那名尖嘴猴腮的青年 哈哈 竟然还没有自知之明 说的就是你 至于我的名字 你听好了 爷爷我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清风明月阁孙奇事也 怎么 不服气 那名尖嘴猴腮的青年丝毫没有将凌云放在眼里道 第1415张一拳轰死 我记住你了 凌云目光只是那名叫做孙奇的青年道 那眼神好似已经在看待一名死人了 哈哈 你记住我 你小子是在搞笑吗 你有什么资格记住我 那孙奇冷笑连连 有没有资格 很快你就会知道 凌云淡默一笑 随即看向九尊们的短发青年和雪恋神宗的黑衣青年 你们两个敢不敢说出你们的名字 凌云一副居高临下一般的语气道 那两个人都用一种看待白痴一般的眼神看向凌云 似乎觉得凌云连跟他们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果然不敢 罢了 仔细想一想 你们的名字确实也没有资格让我记住 凌云青年一笑 完全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好一个嚣张的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 你在我们眼里 连猪狗都不如 九尊们的短发青年对凌云嗤之以鼻 凌云淡默一笑 别动怒 我并不是针对你们两个人 我说的是在场的你们三大宗门的所有人 全都没有资格让我记住名字 蔑氏 嘲笑 凌云也会 而且比他们更加极致 此话一出 其余三大宗门的人面色一下子全都冷了下来 这么狂妄 这么嚣张 就连古老等日月神谷的人都是不由得证了证 没想到凌云这么有胆量 而妖月月 义长空和邻君三人都是莫名递绝的凌云威武 这很解气 但义乌鸦却非常不爽道 这小子就知道给我们日月神谷拉仇恨 如此一来 其余三大宗门的人还不全都将我们当成眼中刺肉中钉 真是一个莽夫 少谷主 莫非你觉得凌云不说这些话 其余三大宗门的人就不会针对我们日月神谷 妖月月之前都是由于义乌鸦的身份 所以处处忍让着义乌鸦 但这一次听见义乌鸦抱怨凌云 她当即就忍不住反驳道 月月师妹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凡事还是低调一点为好 若都像这个小子这般义乌鸦解释道 但并没有任何卵用 不等义乌鸦说完 妖月月就直接从她身边离开 走到了凌云的身旁 这让义乌鸦欺诈 这等气诈不但是对凌云更加愤怒 对妖月月也产生了一些怒火 当然 更不爽的当然还是其余三大宗门的人 被一个小子如此蔑视 岂有此理 小子 趁着天交盛会还未开始 有没有肿滚出来跟我练练 我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废物 谁输了就叫对方一声爹 你敢吗 那名短发青年气势汹涌地站了出来 朝着凌云喝道 在她眼里 凌云只不过过十针五进七重的小子罢了 她用一根脚趾头都能够随便干翻凌云 虽然你不够资格跟我一站 但这一次我不介意脏一下我的手 凌云往前站出去了几步 没有任何退缩 傲慢的态度 显露无遗 以至于三大宗门其余人 无疑对凌云更是嗤之以鼻 不过 叫爹就算了 我可不想有你这种废物儿子 更何况 你也已经没有机会再叫爹了 凌云补充道 众人都是愣住了 没有机会再叫爹是什么意思 小子 少说废话 动手吧 短发青年气势汹涌 他发现跟凌云耍嘴皮子完全是再次讨没趣 而且他也懒得跟凌云这种真五进七重的人多说什么 我让你先出手 因为我怕你现在还不出手 这一辈子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凌云自信十足的站在了场中 气场十足 王爷 别墨迹了 直接弄死他 就是这种不自量力的小子 你应该随随便便几招就可以解决了吧 几招 你也太小看这王爷了吧 他毕竟是真五进八重后期巅峰舞者 对付这种小子 只需要一招就足矣了 三大宗门的其余人都是催促起来 在这等催促之下 王爷不再有任何犹豫 整个人暴跳而起 玄机灵力无比的一拳 就斜着无尽的拳风 以催枯拉朽的攻势 直奔凌云的面门而来 果然废物 凌云嘴角一瞥 眼中的轻蔑之色反而更是浓郁了几分 但凌云并未急着动手 而是直接将自己的心脏的位置暴露了出去 故意卖了一个破绽给短发青年 虽然要想击溃这青年 凌云亦如反掌 但凌云可并不打算仅仅只是击溃这青年而已 白痴短发青年 见到凌云丝毫没有防备自己最致命的胸口位置 不由得更是对凌云轻蔑了几分 那凶猛的一拳就毫无保留地直接朝着凌云的胸口砸了过去 砰 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了凌云的胸口上 但却好似砸在了铜墙铁壁上一般 竟然丝毫没有对凌云造成任何影响 什么短发青年一阵惊恶 这不可能啊 以她的力量砸在凌云的致命位置 就算不能要了凌云的性命 也一定能够让其重伤才会 毫发无损是怎么回事 她的肉身能力就这么变态 再见 但也就在这时 凌云又必被青色鳞片覆盖 然后威猛无比的一拳也朝着短发青年轰来 不偏不倚也正好是轰在了短发青年胸口的位置 砰 一道沉闷之声 比任何时候都要响亮 啊 但随即一道惨叫之声更加嘹亮 周围所有人都是看得面色一僵 随后就见到短发青年直接到飞出去了数十米远 然后重重的砸在地上 紧接着竟然就直接没有了任何气息 若是能够透过她的胸口 便可以看见 她的心脏在凌云的那一拳之下直接彻底破碎 这一刻 剑场一片死寂 这一幕实在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明明短发青年胸围更高 明明是短发青年的拳头先毫无保留地轰在了凌云身上 但凌云却没事 反而短发青年被凌云一拳给轰死了 这结果反差的也太大了一点 此时此刻 他们终于知道凌云之前那句王爷没有机会再叫爹是什么意思了 也终于明白凌云那一句我怕你现在还不出手 这一辈子就没有出手的机会是什么意思了 第1416章不错 我就是凌云 短发青年就这么死了 众人都是吃惊不已 但对九尊门的人来说 则是怒火冲天 每个宗门就只有五名弟子可以参加天交盛会 这五人都是宗门层层筛选出来的 都是宗门耗费了不少资源努力培育出来的人 虽然这王爷不是九尊门最强的 但也绝对算得上他们九尊门的佼佼者 哪怕王爷在这一次天交盛会上未必能够成为未来人尊 但以后绝对也能够成为九尊门的顶梁柱 然而王爷就这么被凌云杀了 九尊门的人怎能不怒 更何况如此一来 他们九尊门参加天交盛会的人 就会比其余宗门的弟子少一人 这对他们九尊门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放肆你个杂碎 竟然对我九尊门弟子下此杀手 那就以命偿命 将你的命也给我乖乖交出来吧 一名九尊门的长老气急败坏 王爷正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他本来还希望王爷能够在这一次天交盛会上表现突出 为他争光多彩 却没想到 这天交盛会还未开始 王爷竟然就被凌云给杀了 怒火 雄雄燃烧 杀意 腾腾而起 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那名长老就是直接冲了出来 其身上气息磅礴 恶然是一名真武进九重后期舞者 随后仅仅只是瞬间 那长老就已经冲到了凌云的身前 随后一道凌厉无比的掌印 就凶猛万千地朝着凌云的脑袋猛的砸了下来 掌印威猛无边 强势无比 还未落下 就有着一股十分刚猛的净风 已经扑打在了凌云的身上 那等净风如同刀剑一般 切割在凌云的身上 让凌云整个身体都是无比难受 眼看着那等掌印就要落到凌云的身上 腰月月等人都是面色俱变 随即纷纷不由得流露出了一丝绝望之色 但也就是在这时 凌云只感觉到身边一道冷风习过 然后突然一道身影就挡在了他的身前 这道身影同样是一掌拍出 但这一掌却比九尊门那名长老的掌势要凶猛多了 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砰 两道掌印凶猛对碰 激起道道风暴涟漪 然后就可见九尊门的那名长老直接倒退了数十步 身上的气息也随即而紊乱了不少 众人都是愣了愣 然后所有人便是看清楚了出手的人 正是古老 以古老真武进九重后期巅峰的修为 面对九尊门这名长老 确实绰绰有余 一掌将对方击飞 倒也实属正常 只不过 随着古老这等动手 凌云却真真切切的感觉到 古老体内的气血比之前明显紊乱了一些 俨然随着他的大线将至 一旦他出手 身体就会出现衰弱的迹象 出手越是凌厉和强势 这种衰弱就越是会明显和严重 强动我日月神谷的弟子 那就先问问老夫我同不同意 古老气势棒薄 身上的气息第一次不加隐藏地暴涌了出来 让其余三大宗门那些人的面色都是不由得更加凝重了好几分 以至于所有人都没有在轻举妄动 毕竟其余三大宗门最强之人也都只是一名真武进九重后期的长老罢了 论修为都不如古老 而他们这些人自然也没有发现古老身体内的衰弱变化 所以只能够暂时强忍了下来 哪怕九尊门的人愤怒不已 此时此刻也不得不暂且作罢 但这还没完 九尊门中 另外一名青年凶忙碧露的站了出来 小子 有本事就将你的名字爆出来 这时候 妖月月已经走到了凌云的身边 她在凌云耳边介绍到 凌云 此人我认识 名叫王贤 她所在的王家跟我妖家是死敌 她也是这一次九尊门弟子中最强之人 怎么 有胆杀人 连抱上明来的勇气都没有 绝恋神宗的一名弟子也站了出来 日月神谷另外那名叫做一长空的弟子 也已经走到了凌云的身边 向凌云介绍道 凌云 这个人我认识 她叫施龙剑 秋为早就晋升到了真武进九重初期 或许比九尊门的王贤还要强一点 应该就是雪恋神 宗最强的弟子了 一长空说完 日月神谷最后那名叫做林军的弟子也对凌云道 很巧 清明明月阁的最强弟子我也认识 凌云 你看到清风明月阁中那名身穿轻衣的青年了吗 她叫孟朗天 秋为已经到了真武进九重中期 是这一次所有参加天交盛会的弟子中最强的一个 你要小心一点她 很显然 经过刚刚的事情 这一长空和林军也跟妖月月一样更愿意跟凌云为伍 而对一旁的义乌鸦视而不见了 这无疑又让义乌鸦气愤不已 但也只能够自己气愤而已 在林军介绍完后 那清风明月阁的叫做梦朗天的青衣青年却也站了出来 一脸严肃地对凌云道 你就是日月神谷那个号称数百年难得一遇的妖孽天才 那个被世人称之为云帝的午休天才 那个叫做林 云的小字 此话一出 三大宗门其余人都是一阵惊讶 但随即却又如梦惊醒 他们自然听过凌云的消息 但据他们所知 林云虽然创造了一次次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迹 但再怎么遭也应该还没有能力和资格来参加这一次天交盛会才对 而由于日月神谷历次天交盛会都是表现极差 实力最低 属于充当炮灰一般的存在 所以三大宗门这一次根本就没有对日月神谷要参加天交盛会的人做过调查 不知道林云的存在也很正常 什么 他就是林云原来他就是那个最近在九州风头正盛的小字 那个在上古战场杀了我血恋神宗不少弟子的砸碎 他竟然也来参加天交盛会了 早就听说过此人十分变态 能够阅不少武道等级斩杀强敌 今日一剑竟然果然如此 众人都是一阵惊恶 此刻看向林云的眼神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至少没有了之前的亲面和嘲讽之色 迎着众人的目光 林云目光只落到了那个叫做梦朗天的清风明月和弟子身上 在林云看来也就只有这梦朗天恐怕能够在天交盛会上对他造成一些威胁吧 随后 林云洪亮无比的声音缓缓在所有人的耳畔响起 不错 我就是林云 怎么 是不是都打算崇拜我 敬畏我 爱慕我 甚至要对我欲罢不能了 抱歉 你们这群喳喳还不配崇拜 敬畏和爱慕小爷我 第1417张天交盛会第一场战斗 林云的话可谓是石破天惊 将众人蔑视到了极致 以至于众人更是义愤填膺 这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 真以为自己可以天下无敌了吗 就是 不就是天赋好了那么一点吗 并不代表着他的实力就一定强到可以战胜我们这里所有人吧 这种人就是被捧得太高 所以都已经忘记了自己应该处的位置 众人全都对林云非常不爽 九尊门弟子听令 如若在天交盛会上遇到这小子 格杀勿论 九尊门那名长老突然发布命令道 绝炼神宗的弟子听令 若是你们之后遇到这小子 也杀无赦 绝炼神宗的长老同样发布命令 金峰明月阁的弟子 不用我说 你们也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金峰明月阁的长老最后道 下时间 其余三大超级宗门的人全都杀意腾腾的望着林云 好似恨不得现在就将林云大谢八块 活该 林云身后还传来义无涯的声音 对于这些 林云自然毫无所谓 早在他之前站出来的那一刻 就已经料到了这种场景 事实上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得到神武圣元果 以及成为未来人尊 无疑就是要吸引住那几位人尊的注意 怎么让他们注意 自然不能够低调 越张狂越引人注意 反正就是一句话 姿态不能低 气势不能输 他就不信那些人尊注意不到他 就在这时 月神山上 树道身影从天而降 这些人全都一身黑衣 就连面孔都是难以看清楚 但从这些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 这些人的实力都非常不简单 当这些人出现之后 整个现场的气氛立即就变得不一样了 就连温度都骤人之间完全冷了下来一般 这一刻 所有人面色都是凝重了几分 全都没有了之前看待凌云的那种愤懑和不爽 有的只有一种敬畏和肃穆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落到了那一群黑衣人最前方的高个子黑衣人身上 就听见那高个子黑衣人缓缓开口道 我仅代表几位人尊大人欢迎你们前来参加此次天交盛会 时间也不早了 多余的废话我也不说了 现在我就先跟你们说一说天交盛会的规则内容 说到这里 高个子黑衣人稍稍停顿了片刻 随后方才继续到天交盛会分为两轮 第一轮是进行一对一比斗 继而决胜出五人 而第二轮就是这五人进入夜神山的夜神空间之中 进行各种考验 最终能否被人尊大人看重 就看你们五人在第二轮中的表现了 此外 第一轮决胜出的五人中 根据比斗过程中的表现 会有两人得到一枚神五圣元果 至于给谁 这就要人尊大人来平定了 换句话说就是 虽然这第一轮比斗 人尊大人不会现身 但他们会暗中观察 所以 无论是第一轮 还是第二轮 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将你们的实力全都施展出来 让人尊大人看到你们身上的潜能 随着高个子黑衣人说完 众人都是兴奋无比 一个各摩拳擦起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无论是第一轮的奖品神五圣元果 还是第二轮是否被人尊大人看重 这都是所有人迫切想要得到的 也是凌云来这里的目的 布置五斗台 高个子黑衣人对身后其余黑衣人道 那些黑衣人立即领命 其中一名黑衣人直接掏出了一件宝器 只见他将那件宝器往空中一抛 然后其余所有黑衣人纷纷释放出自集体内的灵力灌入空中的那件宝器之中 宝器顿时间光芒大药 仅仅只是在虚余之间 就从迷你状不断放大成了一座横跨整个夜神山的五斗台 气势十足 五斗台的上空蒙着一层厚厚的云层 这些云层闪着光光点点 就好似星云密布一般 现在就开始进行第一轮比斗吧 先将你们所有人的宗门身份腰牌拿出来 然后扔到五斗台上去 高个子黑衣人见到五斗台布置完毕 便又是转而对凌云等所有参加天交盛会的弟子道 众人都没有任何犹豫 纷纷将自己的身份腰牌拿了出去 然后往五斗台上扔了过去 当所有人的身份腰牌落到五斗台上后 那些身份腰牌立即就没入了五斗台上空的那些星星点点之中 每一场比斗之前 都会有两张身份腰牌在星云上显现出来 那么那场战斗就将由那两张身份腰牌的主人进行比斗 比斗赢了的人 身份腰牌将继续没入星云之中 等待着之后的比斗 而输了的人 将带着你的身份腰牌离开 算作是直接淘汰 所以 要想参加第二轮 那你们在这第一轮的比斗中 一场都不能输 高个子黑衣人介绍道 一场都不能输 这不但考验的是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考验自己的运气 若是你是一名真武进九重初期舞者 本来是很有机会在所有人中排名前五的 但一抽就抽到跟真武进九重中期的孟朗天比斗 然后被孟朗天战胜 那你也将就此被淘汰了 话不多说 天交盛会第一场战斗现在开始 高个子黑衣人最后道 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整个五斗台上空的星云便是不断变化起来 好似一个滚筒正在疯狂滚动一般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锁定在了那等变化莫测的星云之中 也就在这等注视之下 疯狂变化的星云陡然戛然而止 其中两道星光便是直接从那星云之中标射而出 最后悬浮在了五斗台上 正是两枚身份腰牌 这两枚身份腰牌是谁的 确认之后 就直接上台吧 上来之后 先向我自报你们自己的身份 高个子黑衣人声音红亮地道 当即就有着一名雪恋神宗的弟子跃上了五斗台 雪恋神宗 陶宇 那是一个真武进八重后期巅峰的青年男子 他冲着高个子黑衣人恭敬地拱了拱手 另一个是我突然在凌云身边响起一道清零的女子之声 赫然正是从妖月月口中发出来的 毫无疑问 五斗台上另外悬浮着的那张身份腰牌正是属于妖月月的 这无疑就代表着 这天交盛会的第一站 将由妖月月迎战那雪恋神宗的青年弟子陶宇 第1418章我不打女人 妖月月对战陶宇 两人实力差不多 这一场战斗 谁输谁赢还真的不好说 月月师妹加油 以你的实力 对付那个叫做陶宇的农包绝对绰绰有余 是跟我在台下做你最坚强的后盾 你就放心去吧 易无牙厚着脸皮道 但妖月月却压根就没有搭理她 而是看了一眼凌云 再见到凌云冲着她点了点头后 方才纵身一跃直接落到了半空之中的舞斗台上 日月神谷 妖月月 妖月月也冲着高个子黑衣人恭敬地拱了拱手 你们两个的比斗现在就开始吧 高个子青年点了点头 随后道 妖月月是吧 我并不想对女人动手 更不屑于对你们日月神谷的人动手 所以我奉劝你自己直接选择认输吧 或许陶宇直接亲密地对妖月月道 只是她还未说完 妖月月就已经出手了 少说废话 看招吧 随着妖月月的声音响起 她手中已经多出了一把剑 秋就见到妖月月的身体周围涌荡起一股飓风 风之傲义被其催动而生 然后她双脚离地 手中的剑就斜十多米长的剑气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声势朝着陶宇抱刺了过去 不自量力 那今日我陶宇就打一次女人 陶宇嘴角一瞥 同时拿出了一把战刀迅猛无比地劈了出去 枪枪 剑气和刀气在空中疯狂激斗 发出一道不小的碰撞之声 两人手臂都是一阵酥麻 皆是被对方的攻势给震颤了一下 竟然还有点能耐 但在我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虎形暴影 陶宇面色微微一寒 乍时间 两个陶宇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腰月月面前 然后同时手持战刀朝着腰月月劈了下去 一道身影的刀气汇聚成虎形状 另一道身影的刀气凝成暴影一般 两道攻势都是凌厉无比 剑状 腰月月立即变得谨慎了起来 但他并没有任何退缩 当即就将天刚剑的盛气之威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然后连招数剑斩出 乱天剑影 不断在空中闪现而出 最后如同暴风骤雨一般冲着陶宇的攻势狂袭而去 虽然陶宇的攻势极为凌厉 但也架不住那等乱天攻势的袭击 最后全都荡然无存 我就不信我还对付不了一个女人 陶宇自视过高 傲气十足 随即他的身体开始不断膨胀 俨然是催动了某种宝体 以至于他的身体轻刻间就直接暴涨到了数倍 包括他手中的那把宝刀同时也暴涨了数倍 你已经输了 陶宇自信十足 手中的刀再度劈了出去 但这一次 他这一刀比之余之前可整整强势了不知多少 那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刀 其中赋予了一套十分霸道的刀爵 以至于有着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从刀身之上蔓延而出 眼看着就要狠狠的劈在了腰月月身上了 腰月月脚尖一点 身体顿时暴退术步 同时她没有吝啬自己的手段 整把天罡剑上剑气袭人 刹那间就将七绝灵风斩施展了出来 七绝灵风斩配上四重巅峰风之傲益 速度极快无比 空、宝刀与宝剑强势对碰 无尽的刀器和剑气不断交缠 不断形成了一个各巨大的风暴漩涡 但也就在这等刀器和剑气之中 腰月月看准了时机 利用其风之傲益的速度优势 转瞬间就出现在了陶宇身前 早已叙事待发的一剑就直接朝着陶宇的胸口刺了过去 什么 陶宇都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此时此刻几乎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扭动了一下身子 虽然让凌云的那一剑没有刺到他的胸口 却也在其手臂上留下了一道不小的血痕 这道血痕虽然并不致命 但却是天平倾斜的开始 至少他打乱了陶宇的所有攻击计划 这让陶宇一时间有点心慌意乱 高手之间对决 特别是实力相当之人之间的对决 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满盘皆输 而腰月月无疑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点 眼看着陶宇有些慌乱之后 腰月月更是乘胜追击 她利用自己的风之傲益这等优势 开始不断频频地对陶宇出手 让陶宇根本必须要处处提防 即便有手段也根本施展不出来 如此一来陶宇愈发动怒 愈发心慌 也就愈发露出了更大的破绽 就是现在 最后腰月月一剑斩出 一道数十丈的剑光就毫无保留地轰击在了陶宇身上 将陶宇的身体直接轰下了五斗台 嘴里更是满是鲜血 毫无疑问 腰月月赢了 而那属于腰月月的身份腰牌果然再度没入了五斗台上上空的那一片星云之中 而且比其余人的星光要明亮得多 如同一只独秀 毫无疑问 那等明亮就代表着腰月月是胜利者 需要等到其余人全队战斗一场之后 全都点亮自己的身份腰牌之后 才会再被挑选出来进行第二场比斗 月月师妹 我就说你一定可以吧 你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看我如何大杀四方 震慑群雄 义无雅俨然还是没有死心 但腰月月却直接走到了凌云身边 凌云 谢谢你 若不是你之前给我的灵药 让我将体内那团引起化解掉 这一场比斗我必败无疑 能够在天交圣会上赢下一场 那无疑都已经算是一种不小的荣誉了 嗯 那些灵药比那些只会嘴皮子上说说的人确实强一点 凌云点了点头 故意讽刺了一把一无牙 毕竟这一无牙实在是太过躁了 你一无牙发现自己一辈子的怒火都似乎被凌云一个人完全给击出来了 憋你神问你了 该你上场了 希望你这个勺谷主 别给我们日月神谷丢脸 凌云淡笑一声 此时此刻 第二场战斗那两人的身份腰牌已经抽选出来 并悬浮在了舞斗台上 其中一枚赫然正是日月神谷弟子的身份腰牌 凌军和寒冬都一直关注着 他们没有上台 又不是凌云的身份腰牌 腰月月已经进行了一场比斗 自然也不是她的 那毫无疑问 就只剩下一无牙的了 哼 就让你看看 现在的我有多强 而现在的你在我面前 又有多垃圾 一无牙冷哼了一声 当即就傲气十足 自信无比地跳上了舞斗台上 第1419章一招足矣 日月神谷 义无牙 金风明月阁 拓拔长风 义无牙和拓拔长风两人都是在舞斗台上冲着高个子黑衣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随后两人的战斗很快打响 义无牙乃真武进九重初期舞者 而且身怀饕馅血脉 实力无疑比上一次跟凌云战斗的时候要强了不少 此时的他 自信满满 悟空一切 至于另外那个叫做拓拔长风的弟子 只是一名真武进八重后期巅峰舞者而已 所以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差距 以至于接下来的战斗根本就是一边倒的局势 甚至一无牙连涛铁血脉都没有施展出来 就轻而易举地将那拓拔长风给击败了 臭小子 看到了没 现在的你在我眼里 跟拓拔长风这等蝼蚁没有区别 易无牙取得胜利 只高气扬地走下了舞斗台 从凌云身边走过的时候 自然要数落凌云一番 凌云对此并不意外 也懒得答话 接下来 战斗继续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讲哭却哭不出来 为了让另一个人保存实力 其中一人只好以认输的方式结束了第三场比斗 战斗还在继续 日月神谷的邻军和寒冬也相继登上了舞斗台 但不幸的是他们都抽到了非常难以对付的人 一个抽到了九尊门最强之人王贤 另一个抽到了血炼神宗最强弟子施龙剑 毫无悬念 邻军和寒冬都是以失败告终 终于到了第九场了 此时现场所有参加天交盛会的弟子也就只剩下凌云 孟朗天和血炼神宗一个叫做卢虹的弟子了 因为之前凌云杀了九尊门一名弟子 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们三人中有一人将会出现轮空的状况 这一刻 其余宗门的人几乎全都一致希望 这一场战斗能够抽到凌云和孟朗天一战 让孟朗天直接将凌云解决掉 可谓是一了百了 而日月神谷中的人 只有古老和腰月月不希望凌云直接抽到孟朗天 并不是他们不相信凌云的实力 只是那孟朗天实在是有点强 凌云对战他太不保险了 至于义乌牙和秦魁 都在心底期待凌云能够抽到跟孟朗天一战 虽然他们都是日月神谷的人 但他们都希望那个代表着日月神谷的人是义乌牙 而不是凌云 于是 这一刻所有人都是屏住了呼吸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五豆台上空的星云 就见到那等星云正疯狂变化 变化了好一会后 终于有着两道身份腰排暴摄而出 悬浮在了五豆台上 那一块是日月神谷的身份腰排 太好了 是凌云被抽中了 所有人很快就认出了凌云的那块身份腰排 凌云没有被轮空 这无疑正是众人都喜闻乐见的 当即 所有人都将目光全都转移到另一块身份腰排上 就见到那身份腰排上刻着一个十分醒目的雪字 那赫然是雪恋神宗的身份腰排 凌云迎战的不是清风明月阁的孟朗天 而是雪恋神宗的卢虹 失望 众人都是一阵失望 哼 算你小子走了狗屎运 不过你若是输给了雪恋神宗的这名弟子 那可就是真的丢我日月神谷的脸 义无牙撇了撇嘴 对凌云嗤之以鼻 凌云还是并不在意 而是直接跃上了舞斗台 冲着高个子黑衣人拱手道 日月神谷 凌云 转过身 凌云看向已经自曝过自己信息的卢虹 你认输吧 他是真的没有兴趣跟真武进八重后期巅峰舞者一战 纯属浪费时间 饺子 你休要嚣张 之前九尊门那名弟子不过是对你掉以轻心 让你偷袭才丧命 你以为我还会有那么傻吗 卢虹丝毫没有要认输的样子 看其样子 似乎还以为自己胜算很大 那就出手吧 对付你 我一招足矣 凌云淡淡一笑 他并不是高傲 而是实话实说 一招 足矣轻而易举战胜这卢虹 一招 哈哈 那我就看看 大言不惭的你如何一招赢我 卢虹猛笑连连 不仅是他 武斗台下其余人也都是一阵痴笑 虽然之前凌云以前杀了九尊门那名弟子 但那是因为在九尊门那名弟子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现在他想一招击溃卢虹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一招 月月师妹 这小子还真会拖大 易无牙嘲笑道 也就在这时 卢虹已经迅疾出手了 而且一出手就是自己的强招 他先是拿出了他的一件印台宝器 随即就直接将身上无穷无尽的灵力灌入印台之上 以至于整个印台都是光芒大盛 气微强横无边 然后一道印法武学随即而生 就可见那道印台化为一道巍峨巨山 以一种催枯拉朽的声势朝着凌云砸了过来 七绝灵风斩 五重高级雷之奥义 凌云并未惧怕对方的攻势 甚至还有点轻蔑 乍时间 他将乾坤古剑拿了出来 当即就将七绝灵风斩配上雷之奥义施展了出去 五重巅峰雷之奥义 让凌云的七绝灵风斩强盛到了极点 当双方攻势碰撞在一起后 卢虹的印台攻势毫无招架之力 轻轻松松就被彻底消灭 以至于凌云的余威攻势很快就全都轰击在了卢虹身上 啊 卢虹都来不及反应 整个人就已经如同被踢飞的皮球 一般飞出了五豆台 倒飞出去的同时 嘴里不断喷出鲜血 在空中滑出优美的弧度 那般样子 俨然已经受了重伤 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甚至卢虹都已经在心底无比后悔 为何自己要去招惹凌云 为何自己不直接向凌云认输 什么 比斗台下其余人都是一阵惊讶 一招 真的仅仅只用了一招 凌云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卢虹 这个结果无疑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若说之前凌云斩杀九尊们那名弟子还可以说是凌云偷袭 那现在呢 毫无疑问就是凌云的武道实力完全碾压真武进八重后期巅峰武者了 这怎么可能 包括那本来正在腰跃跃耳边嘲讽凌云的易无牙 此刻面色也不由得彻底僵硬了下来 随后就是凝重万分 凌云的实力竟然比上一次跟他战斗的时候强了这么多 第1420张生死战 凌云战胜了卢虹之后 就回到了武斗台下 从易无牙身边走过的时候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此时无声胜有声 于是在易无牙看来 凌云这是对他极大的蔑视 是一种王的蔑视 让易无牙愤懑不已 随着凌云和卢虹的战斗结束 现场也就只剩下10名弟子没有被淘汰 这也就代表着 留下的10人在两两进行一场武斗 就可以决胜出最后的5人了 不过这最后一场武斗注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剩下的10人实力都不错 除了腰月月和清风明月阁另一名弟子是真武镜八重后期巅峰舞者外 其余人都是真武镜九重舞者 当然凌云是个特例 腰月月自然希望自己能够抽到清风明月阁的那名真武镜八重后期巅峰舞者 这样至少他还有一丝赢的希望 如若抽到其余人 那要想赢可就非常困难了 而其余人则无一全都希望能够抽到腰月月和清风明月阁那名真武镜八重后期巅峰舞者的其中一人 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很大胜算直接成为第一轮最后留下来的5人 也就在这等期待下 所有人的第二场比斗开始了 五斗台的上空 代表着所有人身份腰排的光点都变得耀眼无比 然后一如之前那般疯狂的变换起来 很快 有两道身份腰排暴射而出 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竟然都是日月神谷的身份腰排 而且不偏不倚 正是凌云和一无哑两人 见到这两枚身份腰排 其余宗门的人都是幸灾乐祸的笑了起来 对他们而言 最喜欢看到的无疑就是这种内斗的戏码了 特别这场内斗之中 还有他们最不爽的凌云 但古老和秦魁此刻则是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不高兴 以往的天交盛会 日月神谷的弟子表现极差 还没有弟子能够在第一轮不被淘汰 但这一次凌云和一无哑被抽到一起 这就预示着他们之间必定有一人能够留下来进入第二轮 所以这对日月神谷来说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但毕竟是内斗 没有人喜欢见到自己宗门的弟子内战 所以要说有多高兴也高兴不到哪里去 臭小子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滚上去吧 这一次 我会将你之前给我的耻辱 全都十倍百倍低还给你 我会让你知道你在我面前是如何不堪一击 一无哑恶狠狠的对凌云丢下一句话 然后就一起风发地直接掠置了武斗台上 凌云淡淡一笑 也跟了上去 两人都是冲着高个子黑衣人拱了拱手 自爆了家门 随后便是剑拔弩张递在武斗台上对峙在了一起 其实也不算是剑拔弩张 因此从始至钟凌云都未曾将一无哑放在眼里过 反倒是一无哑凶忙毕露地盯着凌云 冷哼道 上一次你让我丢进脸面 而且现在还妄想抢我的女人 今日我定会让你付出惨重代价 生死战 敢不敢来 易无哑气势汹涌 身上已经冒出了一股杀意 虽然之前凌云表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但她毕竟还只是真武镜七重武者 自然还没有到让易无哑畏惧的程度 而易无哑自己则已经成功突破到了真武镜九重初期武者 同样是突破 她的突破无疑更可怕 再配上她的饕铁血脉 就算是真武镜九重中期武者 她都能够抵挡一二 所以她觉得自己绝对不可能会输给凌云 而如若现在不抓住这个机会 以后等凌云成长起来 那易无哑可就更没有任何战胜凌云的胜算了 更何况平时古老还一直保护凌云 更是没法对凌云动杀意 所以即便有一点点冒险 易无哑还是斩钉截铁的提出了生死战 此话一出 其余三大宗门就更是兴奋异常了 气似乎越来越好看了 而凌云这个嚣张的人 果然在哪里都得罪人 而古老和秦奎面色却凝重了下来 之前他们本来还只是不知道自己该高兴还是不高兴 而现在就只剩下不高兴了 古老担心凌云有事 秦奎自然也担心易无哑会出事 怎么 你不敢答应 易无哑故意刺激凌云道 凌云眉头一挑 脸上露出淡漠的笑容 一股君临天下的气魄从其身上莫名地散发出来 好似看待一只蝼蚁一般的看着易无哑 想死还不容易 我答应你便是 哼 少在我面前装枪做事 你以为今日你还能够活着离开吗 受死吧 易无哑最受不了凌云这种是她为无误的眼神和态度 以至于她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就被彻底点燃了 当即二话不说 又将她上一次对战凌云所施展出来的那套练体武学 也就是断线圣体给亮了出来 而且这一次非常干脆也将练体武学中的衍生武学圣虎拳一同亮出 俨然她还是不服气自己的肉身力量会输给凌云 特别是当她现在已经突破到了真武进九重之后 她之前是怎么输的 现在就要怎么赢回来 易无哑一拳轰出 拳净暴涌而出 一道虎啸如雷 就可见她整条手臂就好似一头巨虎一般 气势如红帝朝着凌云砸了过来 还是这么白痴 凌云轻眠一笑 眼中的轻眠之色不佳隐藏 上一次她怎么赢这易无哑的 这一次她照样可以随便赢 只见到凌云手臂一抖 一道道青色鳞片就已经覆盖在了她的手臂之上 那赫然正是大圆满之镜的清灵臂 同时凌云也将五重雷之奥义也毫无保罗帝施展了出来 以至于凌云这一拳的威势一瞬之间就强势到了极点 砰砰 两拳相撞 微声如雷 下一刻 众人就惊异地见到 易无哑的整个身体倾刻间都是倒飞了出去 她的拳头在凌云的拳头面前就跟豆腐快一般 毫无招架之力 该死 易无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舞蹈等级提升了 这等肉身能力竟然反而更不如凌云了 手臂上的阵痛 让其愤懑不已 地界五学 苍茫九刀地九刀 易无哑怒不可遏 再度将其宝刀拿了出来 同时又将上一次她也施展过的最强刀绝亮了出来 炸时间 天地之间 刀器纵横 刚猛无比 那等刀是 比上一次施展的时候强了不知多少倍 好似整个世界的所有声明都开始随之而慢慢凋零了一般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